全家人都想杀掉自己的故事 妹妹甚至还问姐姐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小爱被打压的反应吓了一跳 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今天难道是周三吗 没想到听完这话 大家的表情更奇怪了 下午小爱有点头晕 于是躺在沙发上休息 妈妈走过来问她怎么了 小爱说自己可能有些贫血了 妈妈似乎有些惊讶 然后转身离开了 晚上爸爸回家之后 妈妈告诉了爸爸小爱贫血的事情 小爱隐隐约感到这个似乎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可是在一旁的小爱觉得不就是贫血吗 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随后在吃晚饭的时候 小爱感觉大家都在盯着她看 这让她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她吃了一口饭菜 突然觉得很恶心 她便跑到洗手间吐了出来 她问妈妈为什么做这么难吃的东西 但大家都没有理她 反而都吃得很香 小爱觉得自己脑子昏昏沉沉的 在洗澡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黑斑 而妹妹正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晚上小爱睡觉的时候 突然觉得很喉渴 像要喝水 没想到刚打开灯 就看到妹妹手里拿着针筒 正准备给她注射什么 小爱很害怕 一把推倒了妹妹 怕妈纹身赶来 急忙带走了妹妹 把小爱关进了屋里 小爱回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觉得大家都很不对劲 似乎都想杀了自己 小爱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难道是饭菜的问题吗 她偷偷地走下了楼 发现爸妈和妹妹正在商量什么 凑过去一听 原来他们正在商量 处理掉小爱 因为小爱最近开始出现失忆 和贫血的症状 这意味着小爱的寿命快要结束了 要尽快处理掉 小爱不敢相信自己最爱的家人 竟然要杀掉自己 她跑到门口想要逃走 突然感觉到一阵一眩晕 摔倒在了地上 此时爸爸和妈妈和妹妹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爸爸手里还拿着一个针筒 妹妹微笑地说 一直以来谢谢你了姐姐 说完爸爸就一针打了下去 镜头一转 小爱被扔在了垃圾桶旁 原来小爱是人造人 与此同时家里的妹妹很开心 因为自己又可以有一个新的姐姐了 全篇结束 本篇是日本奇幻电影 AKB恐怖夜中的一个故事 小爱本是人造人 专门负责来陪伴 独生子女家庭的小孩 所以保质期一到就会被换掉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